哎 董事长 你怎么了 是不是刚才我们走得太急了 我一想到这个没用的儿子 再想到这个阴险的楚振华 我脑袋都快炸了 你没事吧 董事长 这么晚了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妈 你别瞎想了好不好 爸那么大人怎么会出事呢 真奇怪 平时出去都带着文鹏 今天居然带着那个张浩天 连文鹏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你慢点 爸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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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张浩天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别怪浩天了 是我的血压突然升高 还好有浩天在 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去 要不然呢 还不知道会有多严重呢 子杨 你还知道我叫什么呀 你还知道我叫什么呀 我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有时候甚至在怀疑 你是不是故意在离间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 好让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哥 你胡说什么呢 子涵 没关系的 子杨 对不起 这件事情是我不好 只是当时事情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了 我才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 实在对不起 子杨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浩天呢 是我自己想静一静 让他别跟你们联络的 浩天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谢谢你啊 董事长 没关系 这件事情是我应该做的 天成啊 公司的状况一个接着一个 你只顾自己清静 出门连药都不带 你不替我们着想 也得替我们公司想想吧 什么状况一个接一个 又出什么事了 信光银行放出消息 要联合其他银行抽光我们的钱 他们说 咱们公司面临财务危机 和信誉问题 产生担保风险 向我们一个月之内 还清所有的贷款 这 有没有统计过数字呢 财务部门算够了 说 到底是多少啊 一点我给一个一 初振华 算你狠 居然用这么硬的招来对付我 这分明是要跟我对着干哪 对啊 董事长 大夫说您不能太激动 我看你还是好好冷静冷静 好好休息一下吧 对啊 爸 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担心了 回屋好好休息吧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初振华对我们步步紧逼 我们公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难道我们要坐在这儿等死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说再多也没有用了 好 紫阳 转告楚振华吧 就说我同意了 把天成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让给他 爸 这股权不能让给他 我 我上次说是给他 那是随口那么一说 我后来算了一下 如果这百分之二十让给他的话 咱们天成集团在度假村占的比例 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五了 那还是怎么多啊 金银权还在咱们手上啊 子涵 这样说也不对 楚振华非常的老毛神算 而且他轨迹多端 他这样做 吞并我们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只是他的第一步 他是想通过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打入我们集团内部 到时候再稀释其他股东的股份 用蚂蚁来搬大象 到最后 恐怕连我们的经营权都没了 是啊 你再想想 天成 都不必再多说了 现在这些谣言 已经打击到我们整个集团跟企业了 无论是在天成香港的园区 还是在收购军豪百货的项目上 我都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资金 我绝不能让这些计划毁于一旦 楚振华他就是想利用这招来打击我 目的就是 要逼我交出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给他 如果我不同意的话 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爸 好了 别再说了 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宋董啊 今天是什么风啊 这么大的架势 来到我小公司 荣幸荣幸啊 我今天亲自来是表达诚意的 我愿意让出军豪百货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请你加盟 宋董啊 不是我要说你啊 不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吗 干嘛非得绕个大圈子你才同意呢 早知如此 你当初就不应该考虑那么久 还让外人以为我们 两家不合 不好嘛 做人话不要说得那么满 将来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初董 既然你已经收到了 我们天成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相信你也非常希望 我们的合作项目 能够裁员滚滚的 今天董事长过来做这个决定 也是希望大家以和为贵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 商场上的好伙伴 所以这件事情呢 并没有谁输谁赢的 以后我们还有更密切的合作呢 不是吗 那好 咱们就签约 请坐 请 宋董 请过沐 宋董 请过沐 宋董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请签字吧 你着什么急啊 紫阳 别说那么多了 是什么事啊 你在哪里 い臣 为你 有机会 要没有 让你在哪里 要有机会 要你 数将刀 搜索 你 有机会 帮助你 还是要不要 保证能够共创双赢 然后呢 赚大钱 承蒙楚董看得起 既然我们的合作已成为定局 那么就从合约生效的这一刻起 我会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的 也请你遵守游戏规则 秉持着合约的精神 我愿意与楚董携手合作 创造利润 共享未来 好 爸 浩天啊 这次跟大秦银行的合作 你处理得非常好 也没有让我失望 董事长 我是天成集团的员工 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难得 又谦虚又懂得进退 子洋要是有你一半董事就好了 就省得我成天为他操心了 董事长 其实子洋呢 他有他自己的优点 希望你多给他一些机会 让他充分体现这些优点 我相信 他一定会办到很多事情的 为了一个女孩子 一天到晚神魂颠倒的 说他两句吧 他就想办法找个借口来搪塞 他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不知道 要负起一个男人该负的责任 这怎么成得了大气呢 董事长 请恕我直言 我跟子洋呢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对他非常地了解 他这个人 就是希望别人多给他一些鼓励 多给他一些支持 董事长 他非常非常地崇拜你 如果您多给他一些支持的话 我相信他会办成很多大事的 好吧 你说的这些话 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 好天 经过这段时间 我对你的观察和考验 我觉得你确实是一个 可以托付众人的人 而且我也相信 将来你必定会是一个 负责任的好先生 所以我决定了 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把我的宝贝女儿 交给你 我同意你们两个在一块儿交往 董事长 浩天 我爸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 爸 谢谢你 我不准 我绝不允许子晗跟这个人在一起 宋天成 女儿是我生的 我有权利决定她的未来 如果你再执迷不悟 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他们在一起 妈 董事长夫人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高攀 你 妈 这是干吗呀 我喜欢浩天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好了 子晗啊 这件事我们回到家里面 再好好慢慢商量吧 你呢 现在开着车 把你妈妈送回家再说 好啊 孙慧芳 孙慧芳 是你 你来干什么 又是为了浩天跟子晗的事 我告诉你 是你女儿缠着我儿子 你以后不要来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 站住 你还真厉害啊 做贼的喊捉贼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 不光是为了子晗的事 我还要让你儿子辞职 马上离开天城集团 我早就让浩天 离开天城集团了 你以为我们 稀罕你们那点钱吗 他迟早会离开的 不劳你操心 别走 要离开现在就离开 怎么啊 还要选个好日子才离开啊 我看你们母子俩 根本就是在演戏 真是不知好歹装模作样 没文化没教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不要脸的女人 请你放尊重一点 虽然你是我儿子公司 董事长的夫人 但我没必要受你的气 我们不像你们 总是喜欢逼自己的孩子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浩天在天城的去留 由他自己决定 站住 你这是在向我挑衅吗 你儿子要是能决定 我来找你干什么呀 你儿子本来有很好的前途 可是被你连累了 谁让你是天城过去的老情人 我不喜欢你和天城 有任何的牵连 所以你儿子必须走 你怎么知道我跟天城的过去 你费尽心机让你儿子到了天城 又处心积虑地让张浩天接近天城 不就是想和天城 旧情复燃吗 你不要诬资我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要有的话 早就去找宋天城了 有必要等到今天吗 这就是你的厉害之处 你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让张浩天勾引子涵 又逼天城 答应子涵嫁给你儿子 我恨我 你不想和天城